那么英法两国是为了捕鱼权之争 出现激烈的海峡对峙 这就要提到英吉利海峡上有一个泽西岛 在脱欧之前曾经对法国渔民开放捕鱼 英国脱欧之后 立场比较亲英国的泽西岛 从这个月开始 对于法国渔船制定了各种新的限制 除了要提供曾经在这里捕鱼的证明之外 还要装定位系统 到现在捕鱼许可只发出了41张 就算法国渔船被准许进入泽西岛的水域 连他们捞出的鱼种也要受到各种限制 而且一张捕鱼证兆一年只能捕捞11天 对法国渔民来说 简直就相当失去了泽西岛 近百艘渔船堵住了泽西岛港口水域 英国派出两艘配备机炮的巡逻舰前往 情况越搞越糟 逼出法国也出动了一艘舰艇海上对付 船只高速前进 后方还有船队大军压进 朝泽西岛圣河列港前进 但仔细一看 这不是军舰或快艇 而是大批的法国渔民 近百艘法国渔船列队 把圣河列港水道全部堵住 会这么大阵仗 是因为泽西岛宣布从五月起 根据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 限制法国渔船驶入该岛海域捕鱼 想进来就得申请 不过规定相当严格 不但要提交存在该地区捕鱼的证明 还要安装监控系统 就算排照顺利通过 捕鱼日数也从40天缩短至11天 至今只有41艘法国渔船申请通过 英国不甘示弱 派出皇家海军赛文和号与塔玛和号 到泽西岛海域恫吓这批法国渔民 法国随即派出阿多斯号巡逻舰 名义上是巡逻 但互抢意味浓厚 事发地 泽西岛的圣河列港港口 之所以成为捕鱼争议热点 背景原因有些复杂 位于英法两国之间的泽西岛 是一个高度自治区 有自己的民选议会 甚至发行独立货币 严格说起来 它是英国皇家属地 并非领土 英国不干涉及内政 负责提供国际上的防御协助 不过泽西岛的民意元首 还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这有目击者拍到泽西岛居民 穿着古代军服 举起旧式的滑塘枪 朝港口射击 泽西岛清英立场浓厚 官方虽然承诺会派人了解 但官员直到现场 巡视了一圈 就打到回复 英国首相强森 第一时间也表态 提名法国渔民 封港行为不合理 欧盟除了呼吁英法双方 冷静克制 也批评英国没有根据协议 事先通知法国相关的捕鱼申请规定 让对方措手不及 造成渔业损失 由于泽西岛距离法国 只有22公里 岛上95%的电力 都靠三条法国海底电缆供应 法国官方扬言 必要时将采取断电报复 然而英国首相强森 正蜡烛两头烧 6号英国迎来 超级星期四地方选举 除了备受瞩目的伦敦市长之战 还有一直想出走的苏格兰 议会选举同时登场 如果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 获得压倒性胜利 就有可能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选举结果将在10号揭晓 而法国愚民 15小时的封港行动 在7号凌晨结束 法国率先敲响战鼓 却似乎没有提高多少谈判筹码 英法两国的余权之争 恐怕短期之内还会有摩擦产生 TVBS新闻综合报导